各位香港市民大家好 我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 又到了民建聯有話說的時間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說 今天羅冠聰在新聞上有報導 就說他已經離開了香港 還在英國的每日郵報裡面撰文 就說到現在不能夠公開露面 只要原因都是因為他成為了北京的眼中釘 將會成為目標人物 我在這裡跟很多香港市民都一樣 就感覺到其實他會不會太看得起自己 亦都看起自己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其實我們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以來 都走了一條很崎嶇的路 任何干擾我們國家領土完整統一的人物 都從來沒有害怕過 而且我們現在這一套港版國安法 亦都沒有撤到追溯期 即是說羅冠聰如果你是在7月1號開始的話 不要再做一些分裂國家的行為 其實本身他已經放了你一晚 但然而羅冠聰繼續在6月30日出席了 一個美國國會的外交事務委員會 的宮廷會和李卓人倆一起貧臂為奸 和外國搞一些勾當的行為 就算黃之鋒也公然說了 他會在7月1號在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 黃之鋒和黎智英都會被拘捕 他們倆今日都依然在香港健在 而羅冠聰沒有提過他的名字的 他自己6月30日自己搭飛機走了 所以他應該是非常清楚 什麼行為才是真正的勾結外國勢力和顛覆國家政權 這件事我相信很多香港市民都非常之理解 就算我們去到看我們的歷史 中央走了這麼崎嶇的道路 更加有很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在這裏 都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叫大名鼎鼎 黃丹嵐 二開氣日達賴喇嘛 我相信羅冠聰不應該會比達賴喇嘛 難道他想做達賴冠聰 這件事我覺得香港市民要認真去看一看 另外他也在文中特別提到 多謝英國國會英國人給了一條後路三百萬的香港人 但我要再次說英國脫歐也好 英國的蘇格蘭說要獨立也好 主要原因都是因為他們國民的經濟問題 甚至是因為外來的移民影響了當地的就業 甚至壓低工資 你說英國的新首相 怎樣可以跟他自己的國民交代 做一些跟他原本的初衷行為相違背的故事呢 所以我就再想想 究竟這一張所謂的五年加一年的旗票 是不是真正能夠兌現呢 對香港的市民來講 和這幫暴徒來講 是不是真正的出路呢 所以真正要想想的是你 羅先生